首先要感谢四边美好的现世 愿主主祭奠他们的辛劳 现在奉主的圣灵为祂做见证 我们昨天谈到认识真正的生命 昨天我们谈到神是创造生命的 所以祂是生命的来源 祂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祂有聪明智慧 神是美善的 神对祂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觉得都很满意 所以神祂能够知诸常乐 那因为祂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所以祂把所造到的人就放在伊甸园里 伊甸园就是一个快乐的园地 所以人在那里生活 能够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 对神所创造的都感觉满意 所以人能够知诸常乐 所以人做了一个很丰盛的生命 可是呢 好久不长 因为他们碰到了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 可惜他们失败了 从此以后 快乐 平安喜乐就消失了 那所换来的是什么 就是过着害怕 恐惧 劳碌 那我们现在要探讨这个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本来是可以活得很快乐的 那这个是神的旨意啊 神也是要让人能够来分享祂的荣耀 分享祂的快乐 但是 结果怎么样 那我们来看创世纪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2章 《创世纪》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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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节 十个节说 主神丰富亚当说 原装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随意吃啊 吃到饱 所以神是饱费的创造者啊 我们今天有饱费店啊 其实老朝就有了 在伊甸园里也是可以随意吃到饱的 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要不要付钱啊 非常快乐 但是呢 神做一个要求 十七节说 只是分别三个书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啊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有人或许会问呢 神是爱的 神是爱的 那怎么会把这棵树放在那里啊 我们不用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已经事实了 已经在那里了 神出于慈爱 先告诉人说 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 你吃的日子会糟糕的 但是呢 神就事先告诉人说 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啊 你吃的日子会糟糕的 会死的 这是出于神的爱啊 像我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说 不能够玩火啦 那个火是很危险的 这个是出于父母亲的爱啊 有时候小孩子 他不知道那是危险的 那结果呢 我们请看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一节啊 先练到第五节 Genesis chapter three verses one through five verse one now the serpent was more cunning than any beast of the field which the Lord God has made and he said to woman to the woman has God indeed said you should not eat of every tree of the garden two and the woman said to the serpent we may eat the fruit of the trees of the garden three but of the fruit of the tree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garden God has said you should not eat it nor shall you touch it lest you die for and the serpent said to the woman you will not surely die verse five for God knows that in the day you eat of it your eyes will be opened and you will be like God knowing good and evil 好 这边呢 出现了一条石 and over here a serpent appeared 那这条石呢 所会说话了 and this serpent can actually speak 那我们今天的蛇 会不会说话 can a serpent speak today 当然蛇不会说话 no they cannot 所以这条蛇 到底是什么 so who is this serpent 对不起 我们先来看起司录 那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Revelation 那起司录要解释 这条蛇 到底是谁 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 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 所以我们先有个概念说 这条蛇 到底是谁 这条蛇 就是魔鬼 要叫撒旦 是做什么用的 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 所以这条蛇 它很在骗人 魔鬼是很在骗人的 魔鬼是个灵界的 它是灵界的 是用眼睛看不到的 但是它会进到人的念心 让人的念心 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 甚至会产生错误的想法 所以让人做一个错误的决定 让人后悔一辈子 让人受痛苦 为着他所做的决定 受痛苦 好 那我们先请再看回 创世记第三章 那第三章 蛇就对女人说 神启示真说 不许你们吃原装 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第一节 当然神有没有这样说呢 我们刚刚已经看过 第二章十六节 神说树上各样的果子 都可以吃啊 可是这个时候呢 那个骗人的 就说啊 神真的是不许你们吃 原装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所以就是把神的话 已经改变了 那人有时候听到这张 似是而非的 内心就开始怀疑 开始错乱了 还好啦 第二节 女人开始就说 他说原装树上的果子 我们都可以吃啊 不是不能吃啊 第三节 说我要原装当中 那个树上的果子 就是三个树上的果子 不能吃而已 所以当时 夏娃他回答得很清楚啊 可是这个骗人太厉害了 我们今天有些时候 都知道 现在世界上很多 都骗人的 平常我们都想得很清楚啊 假如我接到什么样的电话 我要怎么回答 避免受骗 可是我们报纸上看到 还是有很多人受骗啊 今天我们肯定会说啊 那个人怎么那么笨 要是我的话 我才不会受骗 我们现在头脑很清楚啊 可是当我们真正接到电话的时候 可能我们头脑会乱啊 就会被电话的那一方啊 所骗人 所以我们再看第四节 那蛇 这魔鬼就对女人说啊 你们不一定会死啊 神说你们吃了日子一定会死 但是魔鬼说啊 不一定会死啊 真的那么严重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魔鬼就是对夏娃产生一种压力 同时也说啊 哇 会死呢 这样子 这种神的话怎么能够听啊 我们再看第五节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啊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变如神 能够知道善恶 那我们来分析这一段啊 那神说了以后啊 亚当下话本来是相信的 因为相信神的话 相信神的爱 所以他们在里头能够享受神的爱 能够享受神的供应 能够享受神的保护 能够享受神的荣耀 那现在呢 就变成怀疑啊 说真的会死吗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难道呢 他们本来是很顺服的 神说什么他们就要听 可是现在就变成一种挑战 为什么一定不能吃 真的不能吃吗 就变成一种挑战 对神的权威的一种挑战 好像我们的子女啊 对父母亲提出挑战 妈妈说啊 不能够去朋友家过夜 因为我不相信啊 你朋友的父母亲啊 因为孩子就要提出挑战啊 我的同学都说这样子啊 我为什么不能够去同学家过夜 你为什么不会相信我的朋友 那就跟父母亲提出挑战 那提出挑战的意思就是不顺服啊 我们现在世界上啊 这个政府也是对神的话提出挑战 那圣经说啊 不要同性结婚 那圣经说不可啊 那就是神所厌恶的 可能现在人们说为什么不可以 他们也是人啊 为什么不能够同性结婚 对神所说的话提出挑战 当时的人已经是这样子啊 那他们本来在伊甸里里头是很知足的 那他们连一件衣服穿都没有 但是他们不觉得有需求啊 不觉得有需要 他们很满足啊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爱 让他们在里头要无忧无虑 可是现在呢 怎么样 我们来看第六节 连到第七节 好 现在他们吃了 那吃了以后 他们眼睛就明亮了 眼睛明亮以后才 哎呀 糟糕 我们怎么吃什么落体啊 他们就觉得很羞耻 很不好意思啊 那本来是不要不好意思的 以前是很赤贫的 连一件衣服都没有 现在也是一样 可是出了散热国以后 他们就觉得自己有需要啊 那怎么觉得自己已经缺乏了 那为什么会变成缺乏 因为他们卡的眼界啊 卡的眼界不是不好啊 我们可以到处去旅游看一看啊 但是卡的眼界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看到别人的 你就要做比较 所以我们属于说啊 为什么隔壁的草 总是比我叫的草绿 那真的隔壁的草比你叫的草绿吗 也不一定啊 有些人自己很漂亮 为什么还要去找别人啊 自己很漂亮 还要去找别人啊 以前我还在住到台湾的时候 因为台湾大家都距离很近啊 我们那个巷子里头的对面啊 住了一对夫妻 那个太太啊 就很漂亮 可是他先生还要外遇 有一天啊 这个里面啊 哇打起来啊 两个女人打起来 原来啊就是 他先送的女朋友来找他 碰上太太 所以两个女人呢 就从里面打到外面来 因为啊大家听到草杂 是人家出来看啊 我也出来看啊 然后看到 那她先生的女朋友不是很漂亮啊 不会比她太漂亮啊 那为什么 就是贪啊 所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吃了以后啊 眼睛就明亮 变能如神 知道善恶 我们有时候 在乡下的人啊 他没有到过城市啊 他穿着啊 都是很朴素 可是有一天 他到了城里以后 他看到城里的人啊 都穿得很漂亮 那妇女也会打扮 那男生也穿得很漂亮 他在这里觉得不好意思 哎呀 我怎么穿得很古老古气的 他想去买啊 那这个iPad 我本来不知道有个iPad 可是看到 怎么有人要买这个iPad 不错 性能也不错 很方便啊 有些是我看到 我眼睛明亮打开了 他怎么有啊 不错 去买一个啊 所以我们人就是 因为我们眼睛看到以后 它激起人的欲望 也要像别人 我们说啊 人比人啊 气死人啊 所以当时他们眼睛就明亮 因为啊 那个魔鬼告诉他们说 你们变如神 能知道善恶 不断眼睛能够明亮 也能够使自己提高 而现在的思维就是 怎么样使自己提高啊 提高自己 怎么来吹嘘自己啊 我们去书店的看书啊 很多书啊 就会教导大家 怎么来包装自己 怎么提高自己的形象 怎么推销自己 怎么膨胀自己 你 假如是真的很行的话 那就必须要让大家知道你很行 假如你能力不好的话 那接下来就怎么去摧嘘自己啊 那接下来就怎么去摧嘘自己啊 要怎么膨胀自己啊 我们先社会上所教的就是这一套 所以每一个人都想高材自己 从小学一开始啊 他们所教的歌就是说 我是No.1 I'm No.1 大家都要往上升 只有主要书啊 是从天上往下降 大家都一直要往上 所以当时啊 某个人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像神一样啊 你们不能够满足于现状啊 结果他们吃了以后 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的缺乏 因为他们比较 所以我们今天很危险啊 所以今天很危险啊 因为今天的广告一直提依大家 一直打开大家的眼睛啊 让大家的眼睛 让大家的眼睛明亮 所以让大家觉得 我还少一件衣服 我这家还少了一个锅 还少了一个瓢 但是事实上我们家 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 以前的人穿着很简单啊 一件衣服啊 可以穿好几年啊 除了过年才要买新衣 可是现在啊 随时都可以买新衣啊 只要广告商一寄来 买衣送衣 只要广告商一寄来 买衣送衣 如果我们家的衣服有几件 可能是已经用一百件了 所以现在的厂商 就在制造我们眼睛能够明亮 所以现在的市场 在制造我们眼睛能够明亮 这是一个陷阱啊 人的欲望是无阻尽的 在眼睛一明亮以后 人的生活形态就会变成很复杂 那形态复杂以后就会带来痛苦啊 所以当时亚当笑过他眼睛明亮以后 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缺乏 然后呢 就要为自己做裙子 要遮羞啊 因为他现在绝对有需要的 可是以前啊他都很知足啊 所以这是眼睛明亮的厚度 所以这是眼睛明亮的厚度 那他们呢 就由荣耀便能修持 有喜乐啊就进入压力 因为魔鬼告诉他们啊 因为魔鬼告诉他们啊 你们不一定死啊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要明亮 所以他们觉得啊 让他们觉得神的规定啊很不合理 那怎么不能够吃啊 哪有这个道理 只要你喜欢的话就可以吃 所以就给亚当笑过一种压力 本来神的意思啊就说 树上果子是不好的 你不能够吃 吃的日子会死 也是注意神的爱啊 好 像我们告诉小朋友 火柴啊不能够玩啊 好 现在我们小朋友的朋友 说什么不能够玩 你的父母亲说不能玩 才奇怪的 哪里会有什么危险 哪里会有什么危险 哪里我们来玩 那就对父母亲的话提出挑战啊 同时还是给这个小朋友一种压力 你父母亲这样告诉你是不合理的 现在是自由时代啊 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好 那什么就减轻压力啊 那不要听神的 我行我素 就能够解脱啊 这就是自由的思想啊 自由思想也是某个提供一个骗的方法 而现在的人叫做自由解放 脱离道德的瑕疵 以前道德是说男女未结婚以前不能够同居啊 现在的人提出性解放 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道德的束缚了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解放 现在的人就是受了魔鬼的欺骗啊 只要我喜欢的有什么不可以 那再来看第八节 第三章第八节 第九节跟第十节 他们吃了以后觉得自己的缺乏 然后他们就害怕 我们看神没有责备他们啊 他们觉得良心有亏啊 他们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因为他们的心啊已经离开神了 因为神不在做他们内心的主人啊 这某个告诉他们说你们自己可以做决定啊 不要再说那个道德的约束了 他们就害怕 以前在神的爱中怎么会害怕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他神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 因为怕本身是带着刑法是带着折磨 有一位太太啊 她四十几岁才怀孕啊 那医生说怕她这个婴孩啊是不是正常 所以必须要接受什么 穿刺啊 的检验啊 看看孩子是不是正常 羊毛穿刺 指光穿刺 就是要看看婴儿小孩的婴孩是不是正常 在妈妈的肚子里婴孩是不是正常 好那检查以后呢 要到一个星期才知道啊 结果 妈妈就要等待啊 在这个星期啊 她说她这个星期啊简直是活不下去啊 因为不知道婴儿是不是正常 那万一不正常怎么办啊 想要正常是很好啊 那万一不正常 婴儿已经很大了啊 所以她这个礼拜啊很难熬的 原来很害怕 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 说这个星期啊是度日如年 所以我们想一想 害怕本身就是一种折磨啊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怕什么 我们人生怕死啊 大家怕不怕死啊 当然我们信耶稣不怕死啊 可是就信耶稣的人 还有很多人怕死啊 有些说问信徒啊 要问小朋友说你们怕不怕死 那很多人还是怕死的 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碰到难题不容易解决的时候 我们的一句话说 哇 死了死了 惨了惨了 糟糕糟糕的 因为我们都很害怕 只要一头就死啊 死啊 死定了 哇 死定了 没希望的 那谁告诉我们什么没希望呢 就是人的害怕 就是因为亚当笑话他们呢 没有听神的话 所以进入这个害怕的时代 再来看 十三节 再来看 十三节 从头十一节 从头十一节开始看 我们回到十一节 他说 谁告诉你那你死的 有没有吃过的 有没有吃过的枝 那我承认了你 那我承认你 那你不应该吃过的 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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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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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看 这个树已经变成了他跟我 那本来我们来看二章的二十四节 两人最后一句话说 两人成为一体 是不分你我的 在神所设立的快乐圆地里 是不分你我 可是现在不一样啊 叫他跟我分开了 从一体变成他跟我 所以现在婚姻的问题出在哪里 当家庭有问题出现以后 不管是孩子的问题 财务的问题 大家的妥协责论 主则对方您怎么样 假如是两个人有议题的精神 家庭出现困难 夫妻一起解决 夫妻一起解决 不会出现问题 困难达到不到夫妻的感情 但是这个时候不一样了 变掉了 他跟我变成他跟我了 不再是一体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变成形式着落 因为没有神的灵 可能他们表面上看得很好 因为他们至少 至少自己 他们为自己做了一件裙子 让树叶变成衣服来穿 所以他们可能看起来比以前更好 至少有一件衣服可以穿 可是事实上是行出走路 他们生命不再像以前那么充实 他们要借着某些事情 借着娱乐啊 借着其他事情来麻醉自己 不然他们日子怎么过 我们再来看第三章 第三章的十八节跟十九节 在第三章的十八节 三章的十九节 十九节 是十八节 是十八节 第一 十八节 十九节 十八节 要是十八节 一回来始终的十八节 十八节 神说树上果子你不能够吃 上了树上果子不能吃的 可是人吃的 吃了以后呢 十九节说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 本来他们在伊甸园里头 不需要那么辛苦 肚子饿了 神说都可以加一下果子来吃 可以吃到饱的 那就是神的供应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必须要汗满面才得糊口 这是我们现在人的血罩 被受阻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以前跟现在不一样变了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 他们要自己做主 神在他们的心命中已经消失了 被约了他们违背的约定 他们要向神的权威提督挑战 神就不喜欢 请看二十四节 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故事还没结束 那第四章以后 人类的第一队的兄弟 他们就发生了凶杂命案 哥哥杀手弟弟 可是他们还是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以后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的科技突然非常的发达 请看二十节 第四章二十节 第四章四不是二十 他有主人的伍子 二十一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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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起来觉得很幼稚是不是 什么柱帐篷啊 什么牧羊牲畜 什么弹琴吹销 什么铜器铁器 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很幼稚 因为今天是高科技 我们有飞机大炮啊 我们有电脑啊 以前没有 可是这些在当时代的人 已经是很尖端的科技了 那这些都是发明家 可是他们高科技的 结果有没有带给他们人生 更快乐更安全啊 我们看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 我们看到道德败坏到什么地步啊 拉曼娶两个妻子 变成多妻制度了 还有呢 非常的血腥 那社会上充满着暴力 二十四节说 若塞该赢了 招暴七倍 杀拉曼必招暴七十七倍 太可怕了 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遭受到威胁啊 你看你说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啊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 到处叫恐怖分子威胁啊 恐怖分子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啊 因为他脸上不会说 我是恐怖分子啊 赶快走开哦 凶手 你看有一个校园啊 那个乱扫射啊 他脸上也没有写说 我是凶手啊 赶快走开哦 我要开枪了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血型的世代啊 不安全啊 走到哪里都一样 说神啊 这是看不下去的 来看创世记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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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说第三节说 神说人既属血气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头 好那我们来看看 神的灵住在人家里头的功用是什么 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谈过啊 人的灵啊 就是让神祝福我们的一个管道 那人的灵呢 那人的灵呢 也是要作为一个良心啊 来建策我们的心腹 那请看尊严 尊严 尊严二十章 尊严二十章 一节 哈部和班ル第二节 启華法再见 ower الب他們 第二節 стр解你们肯定ICA 然后人的灵啊 是神的灵啊 检察人的心腹 所以神在创作人的时候 要灵就放在人的念心 做一个良心 所以人就遵照这个良心的法则去行事 就很快乐 大家都问心无愧 让人能够知足 知足常乐 能够自得其乐 人像神一样看每一样事情都是很好的 亚当看夏娃很好 很欣赏他 夏娃很欣赏亚当 大家都很欣赏 看不到对方的缺点 这是人的灯 是从神来的 可是现在呢 神的灵不永远注到人的念心 他就说这盏灯已经快要灭了 本来这盏灯是很强的 靠得非常亮 让这个人的生命力非常地丰盛 让这个人很多朝气 因为他活了很多意义啊 他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很多朝气的 他每天的有个新的希望啊 每天早上做做的新的 这我们刚刚唱的赞美诗啊 神是信实的 每天早上做做的新的 主要神带新希望给人啊 主要人照着他的良心的法则去做 人能够很快乐的 可是现在这盏灯呢 快要熄灭了 那这个圣经称为是罪的结果啊 是罪 那罪是隐藏性的 是看不见的 罪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你说罪在哪里也看不见 因为罪是隐藏在你的念心啊 比如说贪心 贪心在哪里 比如说我没有贪啊 贪心在我的 在哪里 有个贪心啊 是隐藏在里头啊 里头的骄傲 看不见也是隐藏在里头啊 基督也是隐藏在念心啊 恨人也是隐藏在念心啊 这些罪都是隐藏在人的念心啊 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请看诗篇 诗篇139篇 诗篇139篇 23节跟24节 这里有二十四节说 看我在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 在里面啊 在人家里面有没有恶行在还没有做出来 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也真是恶的行为啊 所以每一个人的念心都是有个黑暗的一面啊 那一出生安就是有罪 那罪就会缺乏神的荣耀 那罪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做 该做的我们也没有做 那不该做的我们去做了 这个就是罪了 那罪是不请自来的 那罪也不能用物质来解决的 那罪也不是靠着教育来解决的 那是隐藏着你的念心啊 那司法也不能够解决这个人的念心的罪的问题 司法我们的 也就是隐藏着你的念心啊 那罪的结局 有罪的话就要负责认啊 所以罪啊就是用罪性 罪行罪责 罪的行为 那犯罪以后就要负责认这个罪责 那一般的社会啊只是负责罪行跟罪责 那众教界啊 那基督教就要处理这个罪性的问题 所以圣经就处理这个罪性罪性的问题 那原来人是属于血气的 血气就是自然啊自然人 所以我们都是自然人 自然人一出生啊就是死 那请看一部所述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一节 你们死在过分罪恶之中 这个字眼在普通的报道杂志是看不到的 我们在普通的报道杂志是看到说死在车祸当中 死在疾病当中 癌症当中 死于空难死于海难 那出证明的话也是说出于什么疾病死亡的 被车子撞死的 死亡证明书啊没有人书啊死在过分罪恶之中 那只有圣经才这么说 那真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啊 所以婴儿一出生的时候 有一张啊出生证明 可是呢在天上也有一张死亡证明啊 一出生就是死在罪恶过分当中 所以婴儿还没有行为能力 大家遗传啊从亚当校外遗传过来的罪 那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那请看第二张 第二张十二节 十三节 那以前呢 以前就是离开神啊 罪的结果就是离开神 远离神 那没有神没有指望 所以很多世上的人活着真的没有什么希望的 不知道他活着是为什么 只知道吃啊喝啊穿啊 那到底为什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知道啊 只是为着孩子活着 养孩子嘛 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啊 我们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啊 可是呢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请看诗篇 好 好 这边做事的人说 主啊求你救我 脱离世人 脱离那主在今生有福分的世间的人 17章14节 那这些人呢 他们也能够吸满义足 可是做事的人就说 求你让我脱离这种人 这种盼望 因为最终值得 这是最终 人都死在过犯罪业当中 可是我们 有神的人 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这种 因为人都犯了罪 所以婴孩一出生也是个罪 人很可怜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只是为了孩子吗 应该不只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解决我们的难题 不信耶稣的话 做的结果就是要下地狱 那地狱是实际的 地狱是实际的 不是虚构的 在巴西有个弟兄 他有一天晚上 大概三点的时候 他做一个梦 他梦到地狱 他这里下地狱 地狱要非常的黑暗 没有什么灯光 他的手又非常的烫 他想去找水 找不到水 又很黑暗 看不到什么东西 他害怕到他的床 晚上就睡觉 床都发抖 床在抖 躲到他 他就要醒过来 他在问他说 你在躲什么 他说他刚刚梦到下地狱 太可怕了 罪的结果 就是要接受惩罚 就是离开神 神是光 离开光就到黑暗里头 可是神是慈悲的神 我们请看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十二章 马太福音十二章 马太福音十二章 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二十七节 二十节 二十节说 牙上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城的灯火 他不吹灭 所以人的虽然是离开神 这一盏灯就快熄灭了 它在处理神的慈爱 这一盏灯它虽然是快要灭了 但是它不催灭了 明天晚上我们要来谈 慈爱的主书 祂要把这盏江山灯火重新点燃起来 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得到火花 让我们的生命再过一个很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再过一个喜乐的生活 再过一个平安的生活 所以人是有希望的 人应该是可以过得很快乐的 就是回到神这里 明天我们再继续 神祂救我们 我们会继续明天 看来我们如何救我们 大家昌诗 请祝祂 243首 343